近日 封任2023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正在新疆五鲁木齐进行 多项竞赛课目在检验各国参赛射手基础技术与实战能力的同时 课目设置中的中国元素受到各国选手欢迎 在近战精准狙击课目中 射击目标为长度10厘米 直径3毫米的横纵玻璃管各一根 该课目以轩辕件作为奖品 内涵深意 这个课目应该是我们一个传统的经典课目 主要就是检验我们参赛队员在近距离精准打击目标的一种能力 按照第一步先把盾牌打掉 然后才能展示出这个轩辕件 先打的是竖管 竖管的话要相对来说比横管的话要好打一点 然后就是难度一点点增高 最后要拿到轩辕件是从翼到南 代表着一种努力吧 从简单到难 最后达到目标 斩获轩辕件后 来自科特迪瓦的参赛队员霍托 对这件极具中国风的奖品爱不释手 我们作为第一组的选手 我获得了轩辕件 这让我对接下来的比赛更有信心 很喜欢这些中国元素 增强了我们去克服其他挑战的信心 同样体现中国元素的还有穿越狙击客目 参赛射手要在近百米开外 射击四个外园内方的铜钱把镖 其直径仅为4.5厘米 中心方孔边长为1.5厘米 完全命中铜钱中心方孔 且不擦内边可获得最高分 宋史陈瑶兹传记载 北宋时期的官员陈瑶兹善于射箭 常以钱为地 一发灌其中 由此可见 铜钱曾是中国古代射手练习射箭的把镖 这也是穿越狙击竞赛课目设计的灵感来源 像我们古代的时候 射箭百步传扬 射箭的高手 要把箭头射到铜钱里边 既是体现我们中国元素 传递中国文化的一个考虑 同时也是鼓励他们要提高技能 调整他们的积极性 中国就去古化马 宝剑真英雄 在现场的赠送给他 也是增强我们选手的这种仪式感 荣誉感 甚至说这种军人那种自豪感